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上方四路交叉口事发后 老人倒在路中央头部受重创当场身亡小女孩 则被困在卡车底下 附近市民曾试图先行救助可孩子的双脚 被死死卡住无法动弹 消防队员赶到后 钻进车底里外合降小女孩就出 并由120送医救治随后 殡仪馆人员将男子尸体运走有知情人说 死者是女孩的外公 当时郑送孩子上学去驾驶员说 他死者闯红灯 在我那边看过来 是一片盲区并没有看到 他们就这样撞下来了 记者从1月了解到 死者60多岁小女孩5岁 家住竹西花园经检查小女孩 没有明显外伤 一切正常 但还在接受进一步观察 医生告诉记者小女孩的脚 是个扭伤 轻微外伤 其他目前没发现问题 但是不排除迟发性的 或者掩溢性的损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